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又进大山的天池里面来了 我进来好多次,听老人说 这个天池里面有一个山脚下 有一座坟墓 写的是这个仙姑坟墓 但是我进来这么久也没有发现 上面就刻着这个仙姑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这个古墓 走吧 现在天池水下去就在这个小的坑坑里面了 然后听老人说要沿着这个山边走 然后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仙姑的这个坟墓了 快到这个仙姑的这个墓那里了 然后这里发现好多鱼啊 还是有蛮多水的 但是在这里水看到底了 还是一些小鱼的多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就在上面这里了 上去看一看 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反正这里写着这个神味啊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反正这里写着这个神味啊 不简单啊 这里应该是一个风水宝地了吧 不简单啊 看一下这风水宝地是什么一个情况 古墓又有一点像 说不出来的感觉 感觉这个地方还是不简单啊 然后这里是一个山洞 这里还有一个锅 我记得这个地方当年呢 我有一年进来夜调的时候 在这里煮过面条吃啊 因为那是水高的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仙姑墓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这个天池了 天池里面 我感觉这地方真的是不简单 在这大山天池里面 竟然有这样子的这个 呃 他这里就称为这个 呃 万月神位啊 呃 不是万月坛神位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这个天池了 天池平时长水的时候啊 水到下面这里 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立了 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风水堡地了 好我们现在赶紧就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